民述记 第二十八章 耶和华小玉摩西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 献给我的贡物 就是献给我做新香火迹的食物 你们要按日期献给我 又要对他们说 你们要献给耶和华的火迹 就是没有残疾 一岁的公羊羔 每日两支 作为长线的繁记 早晨要献一支 黄昏的时候要献一支 又用细面依法十分之一 并导成的油一心四分之一 调和作为素纪 这是在西乃山所命定为长线的繁记 是献给耶和华为新香的火迹 为这一支羊羔 要同献电祭的酒一心四分之一 在圣所中 你要将纯酒奉给耶和华为电祭 晚上你要献那一支羊羔 必照早晨的素纪和铜线的电祭献上 作为新香的火迹献给耶和华 当安息日要献两支没有残疾 一岁的公羊羔 并用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二为素纪 又将铜线的电祭献上 这是每安息日献的繁记 那长线的繁记和铜线的电祭在外 每月说你们要将两支公牛犊 一支公棉羊 七支没有残疾 一岁的公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繁记 每支公牛要用调油的细面 依法十分之三作为素纪 那支公羊也用调油的细面 依法十分之二作为素纪 每支羊羔要用调油的细面 依法十分之一作为素纪和新香的繁记 是献给耶和华的火迹 一支公牛要电酒半心 一支公羊要电酒一心三分之一 一支羊羔也电酒一心四分之一 这是每月的繁记 一年之中要跃跃跃如此 又要将一支公山羊为赎罪记 献给耶和华 要献在长线的繁记和铜线的电祭以外 正月十四日是耶和华的愉悦节 这月十五日是节期 要吃无效饼七日 第一日当有盛会 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当将公牛毒两只 公绵羊一只 一岁的公羊羔七只 都要没有残疾的 用火献给耶和华为繁记 铜线的素纪用调油的细面 为一支公牛要献一法十分之三 为一只公羊要献一法十分之二 为那七只羊羔每只要献一法十分之一 并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记 为你们赎罪 你们献这些要在早晨长线的繁记以外 一连七日 每日要照这例 把兴香火记的食物献给耶和华 是在长线的繁记和铜线的奠记以外 第七日当有盛会 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七七节庄稼出手 你们献新宿记给耶和华的日子 当有盛会 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只要将公牛毒两只 公绵羊一只 一岁的公羊羔七只 作为兴香的繁记献给耶和华 同线的素记用调油的细面 为每只公牛要献一法十分之三 为一只公羊要献一法十分之二 为那七只羊羔每只要献一法十分之一 并献一只公山羊为你们赎罪 这些你们要献在长线的繁记 和铜线的素记 并铜线的电记以外 都要没有残疾的 民宿记 第二十九章 七月初一日 你们当有盛会 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是你们当首为吹脚的日子 你们要将公牛毒一只 公绵羊一只 没有残疾 一岁的公羊羔七只 作为兴香的繁记献给耶和华 同线的素记用调油的细面 为一只公牛要献一法十分之三 为一只公羊要献一法十分之二 为那七只羊羔每只要献一法十分之一 又献一只公山羊作赎罪记 为你们赎罪 这些是在月朔的繁记和铜线的素记 并长线的繁记与铜线的素记 以及赵丽铜线的奠记以外 都作为兴香的伙计献给耶和华 七月初十日 你们当有盛会 要刻苦起心 什么工都不可做 只要将公牛毒一只 公绵羊一只 一岁的公羊羔七只 都要没有残疾的 作为兴香的繁记献给耶和华 铜线的素记用调油的细面 为一只公牛要献一法十分之三 为一只公羊要献一法十分之二 为那七只羊羔每只要献一法十分之一 又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记 这是在赎罪记和长线的繁记 与铜线的素记 并铜线的奠记以外 七月十五日 你们当有盛会 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要向耶和华守节七日 又要将公牛毒十三只 公绵羊两只 一岁的公羊羔十四只 都要没有残疾的 用火献给耶和华为兴香的繁记 铜线的素记用调油的细面 为那十三只公牛 每只要献一法十分之三 为那两只公羊 每只要献一法十分之二 为那十四只羊羔 每只要献一法十分之一 并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记 这是在长线的繁记 和铜线的素记 并铜线的奠记以外 第二日 要献公牛毒十二只 公绵羊两只 没有残疾 一岁的公羊羔十四只 并为公牛 公羊和羊羔 按数照例 献铜线的素记 和铜线的奠记 又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记 这是在长线的繁记 和铜线的素记 并铜线的奠记以外 第三日 要献公牛十一只 公羊两只 没有残疾 一岁的公羊羔十四只 并为公牛 公羊和羊羔 按数照例 献铜线的素记 和铜线的奠记 又要献一只公山羊 为赎罪记 这是在长线的繁记 和铜线的素记 并铜线的奠记以外 第四日 要献公牛十只 公羊两只 没有残疾 一岁的公羊羔 十四只 并为公牛 公羊和羊羔 按数照例 献铜线的素记 和铜线的奠记 又要献一只 公山羊为赎罪记 这是在长线的繁记 和铜线的素记 并铜线的奠记以外 第五日 要献公牛九只 公羊两只 没有残疾 一岁的公羊羔 一岁的公羊羔 十四只 并为公牛 公羊和羊羔 按数照例 献铜线的素记 和铜线的奠记 又要献一只公山羊 为赎罪记 这是在长线的繁记 和铜线的素记 并铜线的奠记以外 第六日 要献公牛八只 公羊两只 没有残疾 一岁的公羊羔 十四只 并为公牛 公羊和羊羔 按数照例 献铜线的素记 和铜线的奠记 又要献一只公山羊 为赎罪记 这是在长线的繁记 和铜线的素记 并铜线的奠记以外 第七日 要献公牛七只 公羊两只 没有残疾 一岁的公羊羔 十四只 并为公牛 公羊和羊羔 按数照例 献铜线的素记 和铜线的奠记 又要献一只 公山羊为赎罪记 这是在长线的繁记 和铜线的素记 并铜线的奠记以外 第八日 你们当有严肃会 什么劳碌的工 都不可做 只要将公牛一只 公羊一只 没有残疾 一岁的公羊羔 七只做伙计 献给耶和华 为新香的繁记 并为公牛 公羊和羊羔 按数照例 献铜线的素记 和铜线的奠记 又要献一只公山羊 为赎罪记 这是在长线的繁记 和铜线的素记 并铜线的奠记以外 这些记 要在你们的节旗 献给耶和华 都在所许的愿 并甘心所献的以外 作为你们的繁记 素记 奠记 和平安记 于是 摩西 找耶和华 所吩咐 所吩咐他的一切话 告诉以色列人 约翰福音 第21章 这些事以后 你和你同去 他们就出去上了船 那也并没有打着什么 天将亮的时候 耶稣站在岸上 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 小子 你们有吃的没有 没有 你们把网 撒在船的右边 就必得着 他们便撒下网去 竟拉不上来了 因为鱼甚多 耶稣所爱的那门徒 对彼得说 施主 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 一听见施主 就树上一件外衣 跳在海里 其余的门徒 离岸不远 约有二百肘 就在小船上 把那网鱼拉过来 他们上了岸 就看见那里有炭火 上面有鱼又有饼 把刚才打的鱼 拿几条来 西门彼得就去 把网拉到岸上 那网满了大鱼 共一百五十三条 鱼虽这样多 网却没有货 你们来吃早饭 门徒中 没有一个敢问他 你是谁 因为知道是主 耶稣就来拿饼和鱼 给他们 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 向门头显现 这是第三次 他们吃完了早饭 耶稣对西门彼得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 比这些更深吗 主啊 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你喂养我的小羊 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吗 主啊 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你牧养我的羊 第三次对他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吗 彼得 彼得因为耶稣 第三次对他说 你爱我吗 就忧愁 主啊 你是无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爱你 你喂养我的羊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你年少的时候 自己树上带子 随意往来 但年老的时候 你要伸出手来 别人要把你树上 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耶稣说这话 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 荣耀神 说了这话 就对他说 你跟从我吧 彼得转过来 看见耶稣 所爱的那门徒跟着 就是在晚饭的时候 靠着耶稣胸膛说 主啊 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 彼得看见他 就问耶稣说 主啊 这人将来如何 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 与你核干 你跟从我吧 于是这话 传在弟兄中间 说那门徒不死 其实 耶稣不是说他不死 乃是说 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 与你核干 为这些事做见证 并且记载这些事的 就是这门徒 我们也知道 他的见证是真的 耶稣所行的事 还有许多 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 我想所写的书 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 诗篇 第八十五篇 可拉后裔的诗 交与灵长 耶和华 你已经向你的弟师恩 救回贝鲁的雅各 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 遮盖了他们一切的过犯 你收转了所发的愤怒 和你猛烈的怒气 拯救我们的神啊 求你使我们回转 叫你的脑恨向我们止息 你要向我们发怒到永远吗 你要将你的怒气 沿流到万代吗 你不再将我们救活 使你的百姓靠你欢喜吗 耶和华 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 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 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 因为他必应许 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 他的圣民 他们却不可再转去忘形 他的救恩 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 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 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 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 诚实从地而生 公义从天而现 耶和华必将好处赐给我们 我们的地也要多出土产 公义要行在他面前 叫他的教宗称为可走的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